优优独播剧场——YoYo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了孩子读书学习 参加孤儿院特殊的考试 我们的主角有三个人 女主角艾玛 艾玛这名字我起的真是艾玛了 一名单纯少老的阳光少女 说实话这个画风看前几话 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的 毕竟你可想被角色撞了脸了呗 后来才发现她穿着裙子 吓我一跳 还以为是女装大佬了 结果后来发现男人喜欢她 这才确定的这个人确实是个女的 诶等等 好像是个男的也没什么不合理 总之是个女的 男二号诺曼是一名温柔的少年 头脑过人擅长分析 逻辑思维能力极强 并且爱用策略 在中一场游戏中从未输过 男三号雷 智商与诺曼不分伯中 但是性格冷酷化身 所以很少和其他小孩一起玩 这三个人鬼鬼考试都是满分 各方面都比其他的孩子优秀 也然是孤儿院三放神 这里的孩子们从出生期至起 就是没有父母的孤儿 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 每年这座孤儿院都会迎接 新造业的婴儿 同时也会定期送走部分6到12岁的孩子 去收配外面的人家直径领养 但奇怪的是 从来没有出去的人寄信回来过 而孤儿院的外面有着高墙 围墙的城门和森林深处 严禁小孩子近日 分别总是痛苦的 这一天孤儿院又要送走一名 叫科尼的小女孩 但是她走了之后 艾玛却发现 科尼平时最喜欢的小型公仔 被落在了孤儿院里 天色一晚 孤儿院的大门已经关闭了 但是艾玛还是想把玩偶亲自找给科尼 毕竟她应该还没走远 于是诺曼用了自己身藏的开锁技术 撬开了大门 带着女主出去一起找人 来到了城门口 他们进到了一辆大卡车 艾玛最近的后车厢 却看见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科尼灯戴着双眼 胸口插着一只花 摊躺在后备箱里 已经变成了一具隐隐的尸体 脚步声突然响起 惊慌失措的二人联盟走进了车底 而接下来发现的事情 更是完全杀新了他们的认知 只见车外有几只身形庞大 长着酷流脸 乍然一看还以为是 古王青青的怪物正在交谈 表示今年的收成不好 孩子的质量偏低 更可怕的是 在他们旁边 平时温柔照顾人的妈妈 正在用陌生病人的眼神 和这些怪物交谈 从她的话中得知 这里根本不是孤儿院 而是一个作为饲养场的庄园 这些被称之为鬼的怪物 正是庄园的主人 孩子则是他们用来贩卖的食物 就像是人养猪一样 鬼养人 望人称没人注意 连忙逃离的现场 但是惊慌是错终 送过去的兔子玩偶 却堆在了车底下 被妈妈给发现了 是的 有人来过 秘密泄露了 这个事实被发现了 回去之后 艾玛等人意识到 自己继续在阿雪 迟早会变成食物 他们没有急于把事情 告诉其他的孩子 没有高智商的雷 从他们回来 就看出了不对境 于是询问得知了真相 几个人开始伤难 要如何才能逃至庄园 雷表示 人越多越不好办 越必须要猜减人数 而艾玛的坚持 要将孤儿院所有的孩子 一起救出去 他表示再也不希望看到 柯尼那样的惨剧重念 如果外面是鬼的世界 那就为他们 来开上一个新田地 显然的想法太过天真 太过于理想化 也将诺曼拉到一旁 把他探盘明说 只有他们三个人的话 还有逃出去的希望 并质问他的想法 诺曼却表示 当时看到柯尼的尸体时 他的头脑中 只有想活下去的恐惧感 而艾玛却为了同伴的死 留下了悲伤的眼泪 看到在那样的状态下 还有些小的同伴与家人的艾玛 他先进决心 要守护他的这份天真与善良 因为他喜欢这艾玛 三个人中 有两个人都坚持 我全都要 他想法 雷也只能让步 接下来他们分析了几个问题 既然是商品 为什么孩子要参加考试 为什么每个孩子 比宋总成年龄都不一样 为什么会有人类看管孩子 外面的世界又到底如何了 为什么他们接受的知识和世界观 都是以人类社会作为前提 而且大部分的书籍 和物品的数量年代 都停留在距禁30年前的2015年了 经过分析 他们推理出了一个大致的现状 首先 鬼喜欢吃人脑 培育孩子的智力 就是为了发育头脑 12岁以前 吃大脑的黄金发育时间 所以最迟12岁就会被卖掉 越是聪明的孩子 为了把大脑培育得更鲜美 就会卖得越迟 而普通的孩子 则是6岁就被吃了 呃 不是怎么感觉 听得有点像植物大胆僵尸呢 难怪孩子被送走的时候 胸口叉叉花 饲养人妈妈 经常让年轻较大的女生 帮她一起扛了小孩 可以判断她过去 应该也是孤儿院的人 因为自身优异 被提拔成了饲养人 好处是勉异一死 设计在2015年之前 还是正常的 但是在此之后 发生了什么巨变 主角三人 还有不到一年 就要满12岁了 其中年纪最大的为 离生人只有三个月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 他们必须策发越狱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与此同时 孤儿院的妈妈 也在寻找发现秘密的人 时不时就会提出一些问题 摆下他们的反应 有时秘密的监视 和突然在背后出现的场景 更是显得十分惊悚 尤其是第三画 这个画面 当时大晚上看 把我吓得够呛 不过她虽然在打算情报 但是却并没有露出 丝毫着急的样子 仿佛一切都游刃有余 一天 一个小孩在森林里走失了 她当着众人的面 打开怀表看了一眼 然后迅速冲进森林 不到一会儿 就带着孩子回来了 爱马等人正在意识到 这个看怀表的举动 其实是一个下马威 是一个只有知道秘密的人 才看得懂的下马威 妈妈是想要告诉他们 你们的身上都按照订阅系统 我只要查一下 分分钟就能抓住你们 发现秘密的那两位 你们可别想跑啊 于是接下来 问题就来了 想要逃跑 想要躲过妈妈的视野 第一件事 就是需要准备越越的材料 比如翻越专业的围墙 需要绳索 爱马等人找到了桌布 将其自身布条进行代替 第二点是 找机可去确认 围墙外面的情况 看插逃跑时 最佳地形 而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必须搞清楚 定位发射器的位置 并破坏它 但是现在 连外面世界什么样都不确定 书中描绘的人类科技水平 是否是现在的科技水平 甚至书本中的内容 是否属实 都是不知道的事 万一人家的发射器 牛逼到底他们的知识 根本识别不了 那不是瞎了吗 为此他们也需要寻找线索 就在众人 紧络密鼓的筹备越狱计划时 妈妈却突然给他们安排了 打扫房间 搬运货物 整理仓库等一系列任务 一连三天的日程安排都很忙碌 仿佛是在故意 拖他们的时间 直到第三天的傍晚 他们才发现这一切的意图 原来庄园又分配到了一位新的观点 话说 这个长相 真的不是隔壁全职猎人 过来可唱的吗 正在援兵 加大天使看守 才是隐藏的目的 这样一来 他们策划越狱的难度 就大幅提升了 而诺曼也在这一轮博弈中 感觉到了一种 他们的想法 都在妈妈的计划之中的挫败感 如果在智谋上不能胜过妈妈 成功逃跑显然是天方夜谭 但与此同时 这件事也给他们创造了机会 新增的大人 也意味着情报员 又多了一个 而且最关键的是 用来代替已经死掉的柯尼 也就是说 为了补充食材 新来的观点人 带了一个新的婴儿 如果发现一切 是通过植物的方式 埋在他们身体中 那么最有可能植物的时机 就是刚被送来的时候 果然 埃玛在亲爱的孩子儿背后 发现了手术的痕迹 与此同时 他们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妈妈派他们几个年龄大的人 打扫卫生拖延时间 说明已经大概知道了 是谁得知的秘密 既然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不将他们出货卖掉 确保安稳呢 镜头一转 新的管理人克罗涅 正在和妈妈伊莎贝拉对话 而两个人的关系 却是并不怎么友好的上下集 伊莎贝拉直言告诉了对方 秘密被发现了 但是却不打算和上面汇报 因为他的孩子们是特别的 尤其是诺曼 雷和爱马这三个 至于测试成绩高达300的孩子 他们是无上的威为 如果把普通的孩子 比个超市里凌亚的商品 那这三个可就是 古奇香奈尔阿玛尼亚 普通的孩子是恩 那这三个就是SSR 在上层发展的定期联络中 高层的鬼们还特别明确叮嘱了 一定要按时交付这三个孩子 对于伊莎贝拉直言来说 这就是名誉的象征 一定要等到最终的车厨期 也就是12岁在那采摘 现在谁也别想碰 反正他们绝不可能 从找心里逃出去 于是克罗涅按照伊莎贝拉的指示 和孩子们出好了关系 并在中密场流气中 特地向主角纪人 展示了自己过人的体能才华 这些管理人 博子算也有编号 曾经也是商品 最终能够活爱来成为管理人 没得把刷子怎么行呢 但论身体素质 克罗涅可以出时拥有着 运动营业一般的水平 没有哪个孩子是他的对手 唯有雷和诺曼依靠着谋略 在20分钟之内都没有被抓到 这也让克罗涅意识到了 这些孩子的确有着 远超其他专业孩子的优秀 看似是一次普通的中密场游戏 其实双方得在试探对方的实力 而此时没人知道 克罗涅赢在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作为下属 他如今已经得知了伊莎贝拉 将当中的秘密泄露出去这个事实 这无疑是工作上的失职 只要找到得知秘密的人 有了证据会上曾告个命 就能够顺理成章的将他拉下马 自己阶级上位 为此他在中密场比赛中 特地向你主角递化试探 如果你看到了那条人收成的话 我就是你的伙伴啊 事后主角一线人又一次商讨起 越以计划 从大人们的行动来看 发行器似乎只能定位用到的位置 但是不能具体识别是哪个人 不然谁是发行秘密的人 应该在那天晚上就已经暴露了 现在他们虽然得知了发行器的位置 但是如何破坏比较妥当 贸然取出会不会被发现 发行器破坏的时候 会不会发出提示的信号 这些都是未知数 克罗涅的迷之地话 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 这两位管理人表面上是同伙 背地里其实各有各的算盘 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 妈妈从反应上来看 明明已经锁定了他们三个 但是叫给克罗涅的指示 却是监视所有人 并没有对他们三个进行重点关照 从这里可以推出两个结论 一是两位管理人互相之间并不信任 孩子和大人之间 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对立关系 而是一个三角 另一个则是 依莎贝拉可能有别的手段 能够得知他们以前的行踪和状况 孩子们之中极有可能存在内鬼 想要救出所有人 这个内鬼的问题就必须优先排除 并且也不可能让其他人不知情逃走 迟早有一天要和大伙摊牌 但是真相也不能一股脑说出去 于是三个人决定 优先拉拢和他们的年纪最接近 同时也是考试成绩仅次于他们的东和吉尔达 并在告知他们秘密计划的同时 试探一下他们是不是有鬼 而第一次越狱的计划 也被初步定在了十天之后 镜头一转 诺曼正在床上疯狂的思考 现在的计划有了太多不稳定的因素 他总觉得自己漏过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妈妈为什么游人有余 内鬼究竟是谁 到底怎样才能保护爱马和所有人的安全 诺曼知道自己绝不能再一次输给妈妈了 第二天他们和东吉尔达两人摊牌 但是为了避免恐慌 并没有说出外面的世界有鬼的事实 只是告知二人妈妈在骗大家 孩子们撤出之后就会被人贩子卖走 遭遇不幸 并给出了相应的言论证据 然后采出了自己的淘宝计划 那一天大伙的心情都很沉重 年轻娘吉尔达听闻科尼已经出事 更是扑在了爱马化中一顿痛哭 当晚前敞开心扉聊了很久 之后诺曼和雷说 他分别告知了东和吉尔达 愿意用着绳索藏在了什么地方 但是告诉他们两人的却是不一样的答案 和东说的是绳子在他的床下 和吉尔达说的是绳子在二楼厕所的天花板上 只要观察妈妈的举动 就能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内鬼 以及谁是内鬼 镜头一转 吉尔达鬼鬼祟祟的走到了一扇门前 正要敲门 科尔涅却从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表示自己已经等他很久了 而与此同时 伊莎贝拉也在房间的门缝下收到了一张纸条 打开之后显示的内容是 绳索在诺曼的朝下 难道两个人都是内鬼不成 爱马跟踪偷听了科尔涅和吉尔达的对话 发现科尔涅其实是想套话 他盘问吉尔达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内幕 并表示了自己其实是他的同伴 有什么心事可以和他诉说 并且直言就算他不说 自己也知道雷 爱马和诺曼三个人肯定有问题 但是吉尔达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科尔涅临走之前 在吉尔达的耳边轻声细语了一句 爱马是个骗子 等你发现了再来找我吧 然后却转身离开了 科尔涅走后 爱马激动的抱住了喜新鲜疑的吉尔达 但是吉尔达的内心却是很复杂 他还在思索着科尔涅最后留下的信息 名为不安与怀疑的种子悄悄的埋了下来 而另一边雷和诺曼发现 事先在床下放置的绳索不见了 到了这一步 相信答案已经很明显 雷正要开口 诺曼脸神却突然吸力了起来 他抬起了头 缓缓地抽到 内鬼就是你吧 雷 原来诺曼这艘套路 不仅仅是对吉尔达和东的食堂 里面还藏了另一个圈套 其实他一共在四个地方放了绳子 他对雷说 自己告诉东 绳子在床下 告诉吉尔达 绳子在厕所 但其实真正告诉东的是 绳子在食堂 达的是绳子在图书馆 所以雷才是真正的内鬼 并且想要陷害鬼东 当雷问诺曼 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时候 诺曼表示 从克隆尼来的那一天 就开始怀疑了 因为如果雷是妈妈的手下 对看管孩子来说是最有利的 凡事都要考虑最坏的一面 并且这也能说明 为什么伊莎贝拉 能那么快速的目标 但却又不急着处理 因为有雷作为卧底掌控的圈局 但是同时对于诺曼来说 也是个机会 现在得知事实的他 也有理由胁迫雷作为敌动点 反过来透露情报 并保证自己的安全 相反的 如果和雷刺破脸 只有可能加速伊莎贝拉 将他和艾玛出货的速度 来 做个交易吧 说真的 当时漫画看到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头皮疤麻 一是佩服作者 能够用如此紧张的节奏 画出这么少脑的智商对决 二是感叹 不让我那个曲 这真的是12岁的孩子吗 都已经忘记双重间谍了 我的妈爷 那么雷为什么会是间谍 他又隐藏了 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 最终他是否会协助 这次越狱计划 孩子们又将如何逃出呢 破译时间的关系 本期解说先到这掉个胃口 由于这部漫画 氛围十分紧张 这次也是换了个风格 又认真讲故事的模式 做了解说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收藏过五千 我会继续出下一期 把这个越狱的内容给讲完 喜欢视频的新观众 欢迎关注我 想第一时间收到新视频推送 欢迎点一个特别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见